这个是我做了黑线的模块 汉字模块纠缠之后 又好几层用了颜色 就形成了一些花卉 材料上也是不光是国画的材料 这样就是形成了我认为的中国自己的抽象 它表面上是一些视觉的材料线条遮盖 实际上是你内在的修养 你的表情能量的绘续 这个是我的平行线系列 也叫三十六飞系列 它每一条线像我们过去的一个宫女 一对宫女过来 它有微微的颤动 有呼吸的 就它非常干净 正好是从筋膜大草 从卫视模块到平行线是结构的两极 一个极其复杂深奥 一个是非常的纯净 大刀 那么您坚持认为 发展中国的抽象艺术 是中国艺术家的责任 那么其实在中国的这么多的风格当中 为什么偏偏中国的抽象艺术 是占了这么重要的地位呢 说得非常好 那我们讲你去欧洲来美国 抽象应该是主流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随着美术史的发展 因为抽象 它是说人的意识和精神的构图的 抽象之前具象绘画 它是我们眼见的所有物件的构图 那无意中后面一个 它是你神思的一种游戏 它更高尚了 如果你仅仅停留于具象 能触摸的东西 那就是说我们人类社会 它没有升华到那个阶段 我说夺会人民大会堂 我们主席接见外国元首 后面那个会儿 不是迎客松 不是一个长城的摄影 而是我那个一米宽 十一米高的一树 我叫天柱山 那个时候中国真正是超级帝国 为什么呢 前面这两个图示 还是旅游的级别 告诉你地域文化特征 后面已经是宇宙万物 就是一气冲天了 那么抽象 艺术诞生以后 在西方干预了我们所有的日常 你的工业生产 你的宇航科技 你的这个文学家的这种思维 一直到我们时尚 所有的设计 直接是抽象引导 那么它如此重要 中国又处在现在一个大的 积变的一个时期 那么它应该非常重要 其实您觉得 像要发展中国的抽象艺术 当代的中国的艺术家 都需要做从哪些方面 做哪些努力呢 任何一个行当 一个大师他的工作 他为什么能够迷倒千万人呢 因为他的作品 是前面的演员 是作品背后你的能量 还有你的深邃 打动了观众 你总琢磨不透 那我们的推理就是说 你只要往你的身上 往你心灵的山上 加了无数种能量 它的厚度超越了 你之前的所有大师 比如说毕加索梵高 那么第一步 你心灵的世界的能量 和重量比它丰富和厚重 第二步 我们讲作品 不是折射这个东西吗 你就有可能战胜 之前所有的大师 然后抽象这一点呢 它来源于西方了 那么西方我们讲 五十年前所有的玩法 所有的五花八门的抽象办法 全做完了 中国我们近现代是缺席的 但今天不能再缺席 中国现在也很有背景 因为它是个酷爱艺术的一个古国 现在也很有财力 去完成这个事业 又很庆幸的是 我们这样一个来路 具备的身上 具备的这样的 我们叫equipment的 或者quality的人 他可以完成这个事 就是通过中国古汉字 还有书法 从它而来的抽象 一定是代表中国 因为我们所有的美院教育 所有的抽象史的发展 从物像变得写意一点 做到抽象 这个路的所有的玩法都做过 现在中国的艺术界 在世界的舞台上 是占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 然后您觉得中国像您刚才说的发展 中国的抽象艺术 您觉得这需要多少年 才能让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 占有一席之地呢 问得非常好 那么中国的传统 抽象艺术在世界上 要达到一个高峰 要关注的话 现在逐渐在加温了 一点一点 我想应该是十年 你要跟国际这种 表达的这种习惯啊 还有这个级别啊 要大人群量的匹配 不是个别的 那不够 你仅仅是一个细致出来 形成一个山峰标 有一批人区别的这种 然后再巩固柱 巩固柱呢 这个事情重要的是 你这个山在中国大地上 你要在世界上有高度 它那是美国的山 那是欧洲的山 你的抽象的血型 你的人种 是东方中国的土地上 是最重要的 表面上的 或者中国这个地方 小吃一样 地方风儿的 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它只是在三十年前 国门打开的时候 给西方人一种有趣 好玩 那个地方还有这些好东西 现在我们要从精神的内核上 生长出 一个一个行长的东西 我们也发现啊 在您年轻的时候 其实您是前心钻研 中国的传统的书法 然后后来呢 是改成了现代派 那您这个发生改变的过程 是怎么样的 我叫就是它自然的升华 因为传统你搞一搞 到草书最疯狂了 但是还不够 我一看人家外面搞了 像颜色啊 爆炸啊 堆积啊 你光疯狂草书不够啊 我就忘了加材料 然后再解构 重新构造 这是很正常的 一直驱使你这样 对 07年在中国美术馆 我的个展上 很盛大的个展 我有一个发言 当时实际想 我艰苦了这么多年 今天你们来庆贺 在我内心已经滞后了你 虽然今天在展示我的工作 但是我早已经跑到那个隧道 进行下一步 我说了一句话 这么多年来 我根本不管地上的风起云涌 风光这些人 我是不看 无视他们 我钻到地下很深的地方 比如说一千米潜行 那么地上 这些我是不看的 突然有一天你钻出地面 你回头看这些人 你是最高的 那么一个国家的使命 刚才我讲 美术史上这么大一个课题 你要建立中国的抽象学派 不是短短几年能完成 它一定数十年 所以你要潜心 潜心的人告诉那些人 甚至他也不告诉他们 我在做大事情 我在做一个大的工程 它是很多年完成的 受不到干扰 但是您虽然说 您是一个潜行的状态 但是也不是完全隔离的 这么一个状态吧 还是要吸取一些精华的东西 当然 就说是数学 数学学呢 给我们一种 拣选能力和洞察力 虽然在潜行 但是我只要我侧眼一看 我知道什么是我要的 什么是我不要的 对 就迅速地拣选 这能力是有的 您觉得什么是您想要的 你精神永远是向善 向上的 然后你有遇到了上帝这时候 把你摆布到这个地方 遇到了这个人 所有最后完成你大业 这都是一些你的 你的一个推动的 好的 那在发展中国的抽象艺术方面 您是不是也觉得任重而道远 那您未来又有哪些计划呢 我现在做一个私立教育 那么我们觉得 我们过来人 有这个成功的经验 那么这个道路又在我们的判断下 是最好的 所以我就组织了一批人 一年半一届 来共同围绕抽象书写来研究 年龄有很大的各界的精英 来做这个事 这是一个教育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 那么我们也身体力行 去来推动国家呢 我们的博物馆收藏啊 我们的所有这种机制 让它国际化一些 那我其实想问您一下 您刚才也说到 这个办学校 培训未来的艺术家 您在挑选 培养人才这方面 您想培养什么样的艺术家呢 那么在选择艺术家的时候 他要有特征 要有特点 通俗的 看着你这个技法都具备的 但是我看不到你 未来是不要你 有一个农民工 他自己研究转字 很怪的一套转字 那传统书法 肯定都不跟他探讨 但是恰恰我们 到传统书法更高的眼界 你不能轻易否定人家 他有制造能力 到我这儿 我梳理他一下 我把美术史级别的 梳理的办法给他 他的品性保持 还有就是说他很顽强 但是可能很艰苦的这种 他意志力很强大 还有一个大连的 一个女的工程师 搞积淀的 我一看他这种创新 还有编 编造的这种能力 那么他现在画的画已经 非常漂亮 比美院我的那些高材生 还要漂亮 因为他能力有 他又没有约束 所以恰恰是新事物产生的原因 那么我们讲 在整个地球 中国有点像东方 S级 西方像地球的北级 像物理世界 一个是方的 一个是圆的 一个是游性的文化 一个是水性 一个是比较温婉的 一个是比较 比较锋利 或者比较分明的 那么作为地球上 这样分布这片人群 我们有义务和责任 要建立一个中国东方的 一个艺术之画 你的一个体系成果 来续写整个全球的一个美术 这是我们的一个抱负 因为中国的长历史 和长历史的积极性 它是很大的成功 让艺术人们脱离 从这些古代的古代 而做什么是能够的 和意念的 而是中国的世界 但亚光是 他为了成功的 是像一样的 成功的 是现在他 做了成功的 成功的 改变了 成功的 成功的 在盘法 之适合的 这些组织的 在中国的社会 因此他就来 为了成功的 这些非常 非常非常 原造的 并不具体的 各种 古党的 古党 但 that mean something to today's world.